高中女儿长期遭受校园霸凌 40岁妈妈就穿上校服变成转校生混进学校 她发誓要找出霸凌者替女儿讨回公道 这是她第一天来到女儿的班级 怎料她刚走上讲台做完自我介绍 就遭到底下同学起哄嗤笑 班上的男生都一脸不屑 只因她的名字叫铃铛 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又老又懂 甚至觉得只有狗才会叫铃铛这种名 然而当她来到女儿的位置时 却发现桌子上写满了侮辱的文字 她难以想象女儿在学校遭受了怎样的屈辱 泪水忍不住地在眼睛里打转 就在这时经常欺负女儿的几个女生 却主动来找她了 齐刘海女孩上来就口吐芬芳 结果铃铛可不像女儿一样惯着她 她一边揪着女孩一边 让其他两个女生去把教室的前后门关上 一看就是要关门打狗的架势 关上门后铃铛就拆掉了教室的拖把 做了一根打狗棒 齐刘海女孩被迫双膝跪在女儿的桌子上 愤怒地质问她桌上的图案到底是不是你画的 不良少女顿时就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面对强势霸气的铃铛 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几个女生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这一切都要从几天前说起 这晚铃铛下班回家后忽然发现女儿充满瘀青 当她问及女儿发生了什么时 女儿却似乎在隐瞒着什么 只说身上的伤是自己上体育课不小心弄的 但是铃铛再啥也能看出来这明明是被人打出来的伤痕 女儿因为受到刺激还几乎接近崩溃 在家中甚至剪断了自己的头发 拿着小刀六神无主地缩在墙角 这一举动着实吓坏了全家人 铃铛当即就把女儿送到医院检查 医生诊断出女儿患上了抑郁症需要住院治疗 铃铛曾多次来到学校找班主任反映情况 但班主任却比划着手势按时想得贿赂 见学校处理不了 铃铛又去了教育局进行投诉 奈何他们都是敷衍了失地应付铃铛 因为他们不敢触碰恶势力背后的财团 所以事情一拖再拖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但是铃铛不能让女儿就这样忍受屈辱 于是这天她来到夜场 仅凭一己之力就单挑了一群彪形大汉 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之后 铃铛就霸气告诉这些夜场小弟 赶紧去把你们老大找来 原来铃铛曾经是威震首尔的大姐大 而眼前这个身着公主群手持魔法棒的黑帮老大 正是铃铛昔日的手下韩公主 铃铛当初为了女儿退隐江湖 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田园生活 虽然铃铛和韩公主十几年未见 但来不及叙旧的铃铛直接就表明来意 她要韩公主用势力帮助自己塑造一个高中生的身份 她要混进学校去为女儿报仇 韩公主听完表示报仇这种小事根本用不着您亲自动手 我只需要叫小弟们出去摆平就可以了 可铃铛却说正是因为不知道是谁打的女儿 所以自己才必须亲自出手去查出真相 而为了让铃铛顺利进入学校不被发现 于是韩公主让人绑了学校里唯一认识铛的班主任 威胁她主动向学校提出了离职 虽然铃铛40岁了还童年依旧 但是中年妇女的波浪卷还是会出卖她的年龄 于是韩公主又带着铃铛来到发廊做了新造型 一番打造之后 铃铛瞬间就变成竖发的妙龄少女 虽然看上去达不到18岁的效果 但不仔细看的话19岁还是没问题 同时韩公主也给铃铛塑造了新的身份 那就是让她假装成自己的女儿 就这样西域的手下成为了铃铛的妈妈 尽管这样也更体现了两人曾经的情谊 随后就出现了铃铛在教室里收拾几个女生的画面 但在她收拾几个女生时 突然走出一个男同学阻止了她 而这个男同学说话的声音 和之前威胁不让她调查女儿的那个人声音一模一样 铃铛根据回忆想起了她 也觉得女儿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一定与眼前这个人脱不了干系 随后她毫不犹豫直接一个转身就掐住了男生的脖子 然后就准备配合一拳 怎料却突然被班主任抓住了 然而弱不禁风的班主任又启示铃铛的对手 一下子就被她拽过来夹在了胳膊下 随后两个大男人就像两个软柿子 被铃铛在手上不断地揉捏 一个复读生竟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一旁的同学们都被吓得呆若目击 事后被铃铛收拾的齐刘海女孩 直接开口表示想要认铃铛做大哥 而从齐刘海女孩口中得知 刚才和铃铛对打的校霸大壮正是学校最强占领 可真正有权势的人却是小帅 尽管他个子挨不会打架 但是校霸大壮看到他十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只因小帅是学校会长的儿子 如果得罪了小帅 甚至是老师都会因为他的一句话被学校开除 所以学生们对他更是充满了畏惧 所以校霸大壮只是小帅的一个打手 学校真正的老大是小帅 更加重要的是铃铛还在齐刘海女孩口中得知 这个小帅还追求过他的女儿小美 可小美却拒绝了他的追求 所以小帅感觉丢了面子才放任同学们欺负他 听到这些信息的铃铛只感觉一定是大壮受到小帅的指使 所以才动手打了女儿小美 于是他只要一有时间就跟踪大壮想要查出真相 甚至连大壮上厕所的时间他都不放过 看见铃铛走进厕所 大壮吓得差点把水洒出来 可他却势口否认自己并未打小美 因为他从不打女人 就当铃铛忍不住打算教训他时 只见小帅却突然走出来喊住了他 还出言表示十分欣赏铛的性格 但他却遭到铃铛的谩骂 你这个小矮子也配喜欢我吗 信不信我捡了你的命根子 铃铛在骂完后就走出了洗手间 可越是这样小帅就越是喜欢 因为他就是喜欢这种蛮横的小丫头 在放学后铃铛一路尾随大壮来到酒吧门口 为了能顺利进入酒吧 他直接在路边脱起了衣服 换上书包里的黑色围衣后秒变成年人 就在他走进去对每个包间进行逐个检查时 却被夜场妈妈拦了下来 原来是夜场妈妈看他长得不错 还以为他是刚来的陪酒女郎 可当铃铛找到大壮的包间时 他却被包间里的人吓了一跳 里面和大壮在一起的男人正是丧彪 而这个丧彪和铃铛有着很深的渊源 原来在17年前 铃铛和丧彪的弟弟谈恋爱时 被混社会的丧彪发现 那时候的铃铛是学校的老大 两人谈恋爱后 丧彪弟弟的成绩直线下滑 丧彪为了逼铃铛离开弟弟 不让他影响弟弟的学业 于是将铃铛带到小黑屋进行了一顿毒打 但铃铛却仍然表示不会离开他弟弟 丧彪一气之下又要动手打铃铛 铃铛见状急忙拿出身后的匕首对着丧彪 就在这时丧彪的弟弟也赶到了现场 他的出现阻止了铃铛对丧彪动手 可是丧彪却趁机夺过铃铛手中的刀 准备反手解决掉铃铛 弟弟急忙拦住丧彪 还开口表示铃铛是他很重要的人 如果没有铃铛他就活不下去了 丧彪听完更气了 直接把弟弟推倒在木板上 然后就是一脚踹上去对他一顿教训 铃铛见状急忙上前阻止丧彪 可几人在拉扯中全部摔在了地上 丧彪弟弟运气不太好 倒在了刚才那把匕首上 后来因为刺得太深 还没有来得及送往医院就去世了 丧彪也因为此事被丧彪诬陷 说他误杀了弟弟 最后被法院判了罪 因为当时他才17岁并没有成年 法官根据少年法指 判了他两年的牢狱之灾 看到丧彪出现在这里 丧彪感觉这件事肯定不简单 眼见丧彪就要转过头来发现他 他急忙关上门离开了那里 而他的女儿事件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有天深夜女孩独自一人来到学校图书馆 只见他按下机关打开密室时 却被眼前的一幕下的亚麻呆住了 老师早已在里面恭候多时 还面带诡异的笑容看着他 随后女孩就离奇地从教学楼上跳了下去 第二天就被摆上了一招 女孩名叫小景 单纯可爱的他性格很内向 所以时常遭受到同学们的欺辱 但是这天被老师阿伟英雄救美 两人从此感情迅速升温 过着浪漫而甜美的失声恋 然而时间久了阿伟却不甘心只拥有小景一人 他很快就爱上了其他女人 为了甩掉小景 阿伟便安排学生威胁小景让他转学 但是却三番两次地被小景的好朋友小美阻止 因此小美也被牵涉其中 为了保护好姐妹 小景这天暗自跟踪阿伟时 发现了她在图书馆的秘密 只见女秘书打开第一层机关后 他们就来到了密室大门 小景清晰地看到了密码的顺序 进到密室后里面全是保险柜 每一个柜子里都放着他们犯罪的证据 但阿伟从密室走出来时 小景却主动找到她 她想要用这个秘密威胁阿伟 让她不要再伤害小美 只要阿伟答应她不再伤害小美 自己就会保守这个秘密 可单纯的她根本想不到 在坏人眼里只有死人才会保守秘密 这是即将葬送她年轻生命的一次鲁莽行为 在小景走后 阿伟于是就拨通了打手丧彪的电话 紧接着丧彪就在酒吧里面见了笑霸大壮 他下令让大壮找机会将小景从楼上推下去 制造小景因为受到她的霸凌 而跳楼身亡的事故 丧彪还威胁大壮 就算你最后被判刑也最多两年的时间 所以放心大胆地去做 大壮表示同学小景胆子小 应该不至于会说出那个秘密 并求情丧彪让她放过同学小景 可丧彪却用大壮狱中的哥哥来威胁他 你得好好办事这样你的哥哥出狱后 才有一个立足之地 于是第二天 大壮就找到小景 他让小景赶紧搬家 然后转到其他学校去读书 不然他真的会死在学校里的 可小景听完后却并没有改变 反而在回家后 想要将此事告诉记者妈妈寻求帮助 但是妈妈却对他毫不关心 根本就不想听他抱怨学校的事情 无奈的小景只能上访教育局官网 但是他只投诉了一些皮毛 而当小景来到学校 看到小美妈妈铃铛的时候 他远准备开口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铃铛 但是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被班主任阿伟看见 阿伟担心小景说出他的秘密 就在小景要开口 时于是他就出现打断了他们 小景见状吓得急忙离开了那里 晚上小景来到医院 告诉小美自己已经拿到了阿伟把柄 还说从今以后将换成我来保护你 然而小景却并没有将事情告诉小美 为了彻底掌握阿伟的秘密 小景准备前往图书馆 去看看密室里到底有什么 但是与此同时 阿伟却收到了他父亲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传来父亲拦截了 小景上访教育局的信息 他觉察出小景会去调查他 所以当小景打开密室时 阿伟早已在里面恭候他多时 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 阿伟一路将小景追到学校楼顶 然后再让丧彪动手 最终制造了他跳楼的假象 并还伪造了一封遗书 遗书中的内容则是因为 遭受校罢大壮大灵 才选择结束的生命 而大壮因为只有17岁 并且受害者是自尽 他只被判了两年的监护 连牢狱之灾都不用做 但是在葬礼上时 小美却突然出现找到阿伟 当着所有人的面 指责他是杀人凶手 可接下来小美就后悔了 因为自己没有证据 又害怕惨遭老是阿伟的抱负 于是他就在病床上装疯卖傻 见到谁都说他是杀人凶手 甚至看到一个素未谋面的奶奶 都会说一样的话 而实际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老师阿伟看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自己和妈妈的安全 几天前他最好的朋友小景去世了 小景在学校跳楼时 已经怀孕三个月 而阿伟正是小景生前唯一的男朋友 为了掩盖自己知道真相的事情 小美只好先装疯卖傻 不让阿伟怀疑 医生看到这种表现 给他确诊为记忆障碍症 表示这种病症 会忘记以前一切不开心的事情 然而当四校无人时 小美把铃铛带到了角落 她质问妈妈 为什么要假扮成学生混进学校 妈妈则表示 她不能看着自己女儿白白受欺负 小美想要让妈妈放弃追查离开学校 但是被拒绝了 并且铃铛还想要让小美转学 但是小美也要揭露她的身份为威胁 不愿意转学离开明星学校 就这样两母女准备一起去上课 然而当小美回到教室上课的第一天 她却发现小景的储物柜里 被人放满了侮辱性的小贴纸 人都不再试了还被侮辱 她当即就对后面的同学们 大吼着询问到底是谁干的 小帅站起来看见箱子里面的东西后 也满脸严肃地责问班上同学 到底是谁干的 全场的人都默不作声不敢回应 然而小帅的发问却遭到小美的质疑 因为她明白小帅是贼喊捉贼 她认为这件事是小帅默许的 所以才有人敢这样做 而就在两人争吵时 却被灵档发现了 为避免让妈妈知道后事 小美立刻就回头将箱子关了起来 但女儿的事情 灵档怎么可能不查清楚 当她打开箱子看到里面的内容时 直接就揪着小帅直奔楼顶人去 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在楼顶 将小帅一根暴揍 好在班主任及时出现 不然小帅都要被打废 随后灵档就被班主任 带到小黑屋进行了单独处理 可灵档却出口表示 不要班主任管她 完全忘了自己 现在还是一个学生的身份 然而老师却不但要管她 还要将她看作特别对待的对象 但灵档却不在乎 她更是在午休市翻过学校围栏 当着女儿的面 直接从三米高的地方跳下去 然后就这样翘课了 然而这一幕又被班主任看见了 随后灵档来到韩公主这里 说她今天看到她老公 在丧标手下工作 想让韩公主帮忙调查一下真相 两人聊了一下午 就在灵档准备离开时 班主任却突然打来了电话 电话中班主任表示要来家访 韩公主一听急忙说自己太忙了不在家 然后就开始装心好茶 可怎料班主任已经来到了这里 看到她已经来到了酒吧 这一下着实很尴尬 见面后 班主任和韩公主沟通着 灵档在学校的暴力行为时 小弟却突然走进来送喝的 然而他拿的却是茶味啤酒 为了维持自己好家长的形象 韩公主当场对着她一顿臭骂 并只好解释说 灵档是从小就住在酒吧里 班主任一听顿时就明白了 灵档动不动就打人 还出口成章满嘴误会 他责怪韩公主不应该让灵档在这种地方生活 一顿说叫下来韩公主也顶不住 直接开始假装地哭了起来 听见哭声灵档急忙跑进来安慰他 然而当韩公主的小弟送饮料 看见老大哭了的时候 他还以为是班主任欺负了老大 于是急忙开始摇人 下一秒班主任就被韩公主的小弟围了起来 这阵仗把班主任吓得直哆嗦 所以这次家访到这就结束了 第二天韩公主不得不来到学校 然而这登场方式也太高调了吧 千万豪车压轴两名小弟护肠 教导主任看他肥头大耳的样子还十分欣赏 感觉又能捞到不少油水 当即就把班主任赶出去要和家长私聊 以昨天铃档打架为由提出可能会开除他 很明显就是暗示想要收取贿赂 韩公主见状于是只好哭着卖残 请求教导主任放过铃档 怎料教导主任却暗示他给自己一千万 韩公主又怎能惯着他 于是带着笑意去将门反锁了起来 紧接着他就揪着教导主任的刘海 并摘下头顶的帽子给他戴上 然后就是一顿毒打 半小时候教导主任就服服贴贴地将韩公主送了出来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因为之前小帅被铃档打了一顿 于是在大壮被法院审判后回学校的第一天 他就让大壮帮他动手教训铃档 可大壮还处于被监控的状态 如果动手打人极有可能被送入大牢 但小帅可不管这些仍然让他大开杀截 见大壮不听自己的话 小帅感觉自己在同学面前颜面尽失 被侮辱的大壮于是拖下校服 走到小帅面前就是一拳 小帅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一直听命行尸的小弟揍 于是站起来就和他打了起来 可两人打斗时却把小美撞倒了 小帅的跟班想要去通风报信 好在被齐刘海女孩他们拦了下来 就这样全班同学在这里打起了裙架 铃档剑女儿被撞倒一气之下 逮住两人一起揍 小帅一拳大壮一拳谁都别想逃 班主任得知消息来拉架 怎料他也一样照打不误 最后三人挥头垢面被带到了办公室 教导主任得知会长儿子被打 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对准大壮拍了一下 然后就要火机火燎的把小帅带到医务室去 就生怕太子爷出事 而为了保下大壮 阿伟让班主任将这件事在校内处理即可 不然他就只能去吃牢饭了 经过这次打架事件 阿伟担心小美是在装失忆 于是他在第二天见到小美时 特意把他带到了图书馆里谈话 经过一番交流确认无误后 这才安心离开 然而小美却在阿伟离开后 在图书馆的角落捡到了小景的书包挂室 这个挂室他也有一个 是他和小景一起挑选的闺蜜款 两人视为真物的挂室掉落在图书馆 加上阿伟刚才特意把他带到这里 因此聪明的小美一下就觉察出图书馆里肯定有秘密 于是夜晚小美独自一人来到图书馆想要寻找线索 但不巧的是阿伟和会长秘书今晚也要来这里取文件 小美见状急忙躲了起来 就在阿伟打开密室时 小美却不小心把书弄掉在了地上 秘书听见声音便开始一格一格的寻找 但最后他看见的人却把他吓得压麻呆住了 这个人正是林荡 然而更巧的是林荡和秘书竟还是旧相识 当阿伟问及秘书有什么情况时 他也并没有因此出卖暴露林荡 于是第二天 林荡让韩公主叫来了会长秘书 原来秘书也是小美高中时期的小跟班 同时也是当初出庭作伪证指证林荡杀害丧彪弟弟的人 而林荡找到他也并非复仇 而是想要询问他阿伟的事情 可秘书却因心怀愧就拒绝了林荡的请求 尽管他拒绝了林荡 林荡还是追出来向他表示了感谢 因为正是秘书当年的伪证 才让他有机会认清自己做回一个正常人 而小美因为昨晚看到了阿伟按下机关的位置 于是第二天他趁着图书馆四下无人时 便悄悄地来到这里想要查出真相 然而就在他要碰到机关时 却被大壮拦了下来 大壮把他带到了一个隐蔽的位置 让他不要再查这件事情了 并表示小景已经去世 他不想再有人因此搭上性命 小美知道杀害小景的人根本不是大壮 并坚持想要查出真相为小景报仇 可怎料大壮却露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似乎话中有话欲言又止 为了找到证据替小景报仇 林荡一身运动鞋长筒袜穿着JK校服来到阿伟家 一脸娇羞青涩的样子勾引他 进门后 他又故意将滚烫的咖啡倒在身上 还急忙让阿伟拿衣服给他换 阿伟心想你个小丫头可真坏 今晚就把你拿下 然而在林荡换衣服时 他却发现卧室的桌子上有一个信封 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支验韵棒和一封信 而信中的内容是小景威胁老师的话 信中写着若是阿伟在骚扰小美 小景就要把他怀孕的事情公布出去 很难想象小景生前是用了多大的勇气写下这封信 好在林荡今晚的牺牲没有白费 拿到证据后 林荡当晚就找到了小景的妈妈 将小景怀的孩子是阿伟的事情告诉了小景妈妈 想要联合他一起替小景报仇 然而小景的妈妈却表示不愿意再提及此事 还说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 但是好在他还有一个小女儿 他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保护好小女儿 不让他受到伤害 听到这番话林荡感觉十分无奈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小景有一位这种母亲 看来举报阿伟这件事只能自己去完成了 第二天 林荡就带着韩公主拜访了教育部 将这个证据提交了上去 还将此事曝光到各方媒体给教育部施压 很快阿伟就被教育部的人带走准备进行调查 而林荡却因为最近的异常行为引起了婆婆的注意 婆婆见他每月打扮得那么稚嫩 还以为他出轨了 于是便开始跟踪他 奇料在半路上看见林荡脱下外套穿上校服 这一副风情万种的样子 婆婆心想你压得这是要玩制服诱惑吗 看我不抓你的现行 随后婆婆又一路跟踪林荡 但是她抬头一看竟然来到了学校 婆婆连忙上前拉住林荡 林荡知道瞒不住了 急忙解释因为小美在学校受到欺负 所以她才想着来学校找出凶手 这样才能避免小美再受欺负 然而婆婆却坚持自己的想法 表示尽管是有学校霸凌 但是你一个40岁的人还穿着校服混进学校 要是暴露了怎么办 婆婆让林荡马上进去办理退学 林荡心想虽然没有查出霸凌女儿的人 但是却抓到了阿伟 现在退学也不算白来一次 然而就在她来到学校门口时 却看到了一辆豪车开了进去 老师们站成两排家道欢迎 这一看就是重要人物 但车上下来的却是阿伟 原来此时的她已经晋升成为学校的理事长 阿伟没有被判刑反而升职了 这是林荡万万没有想到的 原来阿伟是当前教育部长的私生子 所以当她爹知道消息后 立马就让人封锁消息并释放了阿伟 林荡看见后马上跑到教育部进行盘问 可教育部却表示从未收到过她提供的证据 就连查看监控时 昨天他们前来投诉的画面都被删得干干净净 林荡这才意识到阿伟身后势力的强大 想到阿伟已经回去 她害怕阿伟会报复小美 于是便匆忙地赶往学校 而此时阿伟已经找到小美 她拿出小景留下的那封信 质问小美那些证据是不是她做的 因为只有小美才有可能有小景的秘密 阿伟威胁小美不要再做出这种事情 不然下一个从楼上跳下去的人可能就是她 小美被阿伟的话吓得连连点头表示明白了 随后阿伟便离开了这里 当林荡见到小美时 小美却开口说我现在要好好学习了 我不想再调查小景去世的消息 但林荡又怎么会放过阿伟这种人渣呢 她下定决心要留在学校处理完阿伟再离开 小帅考试明明一个题都不会做 但是每次成绩出来她总能拿满份 只因她是这个学校校长的儿子 因为在每次考试的前一天 她都能提前拿到试卷 然后还要打着学习小组的幌子 悄悄将试卷拿给她最中心的几个小弟看 并告诉他们做题时要故意错几个绝对不能考满份 甚至为了和心仪的女孩小美坐在一起 她故意让教导主任重新按照学习成绩排位置 成绩好的可以坐前面 然而当教导主任让第一名的小帅选位置时 她却示意教导主任让她身后的小美先选 等小美确定位置后 她就坐在了小美的旁边 剩下的人则按照成绩的排名依次往下排 而林荡和大壮成绩倒数 两人一起被安排到了教室最后的角落 却向教导主任提出抗议 说自己眼神不好坐在后面根本看不见黑板 但教导主任可不管这些 开口表示让她提高成绩后 有资格了再坐到前面去 可连黑板都看不见又该如何提高成绩呢 眼镜男也是无奈 不知道大家上学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排位置的方式 希望所有的孩子在教育面前都能得到同等的对待 班主任本想为她争取一下调到前面的机会 但是却被教导主任一顿训斥 然而在这个私利的贵族高中 八届小帅的老师远不止教导主任一人 体育考试时别人担当要做二十个机格 而小帅只需做一个就能拿到满分 音乐考试时大家都在卖力认真的表演 而小帅上台时却将歌词直接朗读了出来 老师却赞美说这种面诗诗的歌剧风格 简直开启了音乐界的新篇章 你真的十分完美 而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 老师只说了句那是因为你不会欣赏 英语的口语考试更是夸张 轮到小帅时他指了指喉咙不舒服 老师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但是在这次期中考试前 小帅在给小弟透露试卷时 灵档的小迷妹也跟了上来 他请求小帅给自己一份试卷 因为如果这次考试考不好 他就会被送到美国去留学 然而小帅却提出要他帮忙对付灵档 而就在小迷妹犹豫的时候 这时灵档也走了进来 众人见状急忙将试卷藏了起来 灵档走近后 一把夺过其中一个女孩手中的试卷 打开一看竟然是明天英语考试的卷子 就在他想要将试卷全部拿走时 却被其中一个男生给推倒了 一旁的架子倒下来死死的把他压在了下面 几人见状急忙离开了房间 而小迷妹为了这次考试能考好 选择抢走灵档手中的试卷 也独自离开了那里 但撕坏的试卷还有一截留在灵档手中 灵档用尽全身力气爬出来后直奔教务室 然后将试卷泄露的事情告诉了班主任 灵档以为试卷泄露考试会延迟 怎料第二天还是照常举行了英语考试 而且试题还是昨天那套 灵档直接就冲出教室想要讨个说法 与此同时班主任也在和教导主任理论 但教导主任却坚持他的看法 说灵档拿到那套残留的试题是去年的 灵档听见后冲进办公室表示不同意 要让昨晚拿试卷的人出来调查 然而教导主任对昨晚的同学进行盘问时 他们全都表示试题是去年的 这一下连班主任都没有办法了 等到成绩出来时 果不其然小帅又是低名 小美也因为小帅成为班上的万年老二 看着这个教书育人的地方腐败成这样 灵档按下决心一定要清除这群痴妹王雅 然后还学校一个清静 他想起几天前在电视上看到教育部长 为了竞选总统时的亲民行为 感觉找到他肯定能处理这个学校的风气 于是灵档趁教育部长在街边拉票时找到他 将小景在学校被害 以及考试尸体泄露的全部经过告诉了他 教育部长听完后表示这个问题很严重 他一定会认真处理的 就在灵档满怀希望地回到韩公主的酒吧时 他却看到了韩公主偷放在财阀会长家中的监控 里面竟然出现了教育部长的身影 灵档这才明白他们都是一伙的 几天后 财阀会长以为找到教育部长的人是小美 于是就让丧彪将小美绑了起来 为了威胁小美不要再多管闲事 丧彪用小美的手机联系了她的妈妈 可是当小美妈妈出现时 丧彪发现那人竟是灵档 如今两人相隔17年再次遇见 而其实小美也正是17年前 丧彪强行和灵档发生关系生下的孩子 丧彪这才意外发现这个女孩极有可能也是她的女儿 并且小美今年刚好17岁 可灵档却一口咬定孩子不是她的 于是两人又发生了争吵 灵档拿起匕首威胁丧彪不要伤害孩子 但是她的刀又一次被丧彪抢了过来 就在这时班主任也来到了现场 但灵档都打不过她又怎么会是丧彪的对手 班主任一下就被打趴在地上 紧接着丧彪就和灵档打了起来 然而17年前的那一幕再次上演 这次的结果是班主任替灵档挡下了一刀 才结束了这次搏斗 但好在这次刀刺的并不深 灵档把班主任带到韩公主的酒吧 并叫来医生进行了救治 第二天 丧彪找到在她手下工作的无常物 也就是灵档的丈夫 询问了小美是不是她亲生女儿的事情 灵档丈夫却如实告诉了她 说小美是灵档姐姐的孩子 灵档当初结婚时是带着孩子入的门 灵档明明一个独生女哪里来的姐姐 丧彪顿时明白了小美肯定是自己的女儿 而为了保护小美和灵档 丧彪让无常物近期内 要尽快将小美和灵档送到博外去留学 无常物听完一脸懵圈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灵档在经历昨晚的事情后 决定要加快进度铲除那帮恶人 而想要铲除他们 首先就要接近他们手下的人找出证据 而那个人就是教育部长名下的红人黄局长 于是灵档经过一番农庄艳抹后 站上了歌舞厅的舞台 妖娃的舞姿很快就吸引了黄局长的注意力 在和黄局长谈人声聊理想时 灵档了解到教育部长竟然在外有一个私生子 而且那个人就是学校的老师阿伟 灵档这才明白为什么他之前举报阿伟后 阿伟却一点事情都没有 这一下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但是在另一边 秘书告诉丧彪灵档混进了学校 并且之前捅了多次搂子的人正是灵档 秘书让丧彪赶紧将灵档赶出学校 不然他们的计划很有可能被打断 于是第二天 丧彪就来到学校找到了灵档 但是就在丧彪准备带走灵档时 大壮却突然跑出来阻止了丧彪将灵档解救 丧彪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壮会对抗自己 他反手就给了大壮一巴掌 然后拉着他离开了学校 一直到下午都没有回来 于是灵档便来到了大壮居住的地方 当灵档再次见到他时 他已经被打成猪头躺在了沙发上 灵档急忙拉起大壮准备带他去医院 然而大壮不仅拒绝甚至还劝灵档离开 他害怕丧彪回来又伤害灵档 然而不巧的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这时丧彪已经出现在了灵档身后 随后两人又为了17年前 丧彪弟弟的死争吵起来 好巧不巧的是班主任也跟随来到了这里 而他们的谈话内容刚好也被班主任听见了 班主任这才知道原来灵档 就是17年前那个杀死同学的高中女校吧 但是现在首要任务是将大壮带到医院治疗 丧彪原本想要阻止 但大壮却突然跪在了地上 他请求丧彪还给他自由 虽然这听着没有什么分量 但却让丧彪回想起17年前他对弟弟的愧疚 于是默许他们带着大壮离开了这里 在医院处理完伤口后 大壮就被班主任带回了家中一起居住 他在这里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亲戚 最后大壮被班主任所感动 他终于说出了小警是被阿伟害死的秘密 班主任听完强忍着内心的痛苦 直到走出饭店后才开始大声的嘶吼起来 他想不通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 为什么会狠心杀害自己的学生 班主任也暗地发誓 他一定要将阿伟绳之以法 这天小美他们手拉手走在学校操场上 怎料突然砰的一声他们就掉进了巨坑之中 而导致路面塌陷的原因 竟是学校领导为了贪污偷工减料所致 可学校为了平息此事掩盖真相 竟私下提出给受害者加分来收买家长 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在工程上坐手脚谋取私利 然后将偷工减料得来的钱用于教育部长的总统竞选 然而就在教育部长竞选总统的首次演讲上 零档几人却将阿伟和教育部长的关系 应成了传单发给了每一个在场的百姓 教育部长也因此上了新闻头条 于是他当即就找来阿伟和财阀会长 质问他们到底是谁干的 因为这件事只有他们三人知道 可两人都表示不是他们做的 而实际这一切都是零档为了让他们自乱阵脚 互相猜一猜这样做 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找到证明阿伟是教育部长私生子的证据 而就在零档为证据发愁时 会长秘书却突然找上门来 他摘下眼睛后露出狱青 一见面秘书就拿出了一份录音 这份录音正是阿伟母亲生前和教育部长的通话 通话内容大致为阿伟母亲在最后的生命里 请求教育部长让阿伟认阻归宗 但却被教育部长无情拒绝 秘书说因为他跟了财阀会长多年 又做秘书又做情人 但却一直遭受会长的毒打 所以他才拿出这份录音想要让零档帮他报仇 拿到证据的零档也感觉终于可以扳倒那群恶人了 而另一边阿伟为了不影响父亲参加总统竞选 于是准备在学校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关系 而这也正是曝光录音的最佳机会 然而就在发布会开始时 教育部长竟也来到了现场 他直接就向在场的记者坦白了他和阿伟的父子关系 假惺惺地表示自己隐瞒都是为了保护儿子 完全将他抛弃弃子的事情扭曲 紧接着还在现场和阿伟演习 装出一副副辞子笑的样子 就在这时零档急忙站出来发生反驳 你们刚才说的一切都是谎言 随后班主任就发消息让秘书放出那段录音 怎料广播却播放的都是小美管铃铛叫妈妈的录音 这一下全校的人都知道铃铛是小美的妈妈 铃铛想要抓住最后的机会 他当着众记者的面说出了阿伟所有犯罪行为 但却被全场的人当成了精神病 原来这一切都是秘书设计的阴谋 几天前秘书将铃铛三番两次制造事端的事情告诉了阿伟 于是阿伟就故意让秘书给了铃铛那份录音 然后公布录音时调包了录音文件 就是为了曝光铃铛40岁还混进学校的事情 铃铛也因此被学校起诉送进了警局进行调查 好在班主任找来了他的法官老爹 最终将铃铛从局子里面保释了出来 然而出来后的铃铛并不甘心 这次他以家长的身份拉着横幅来到学校门口 指证阿伟犯罪以及豆腐渣工程的事 这一举动引起了三流媒体的关注 随后三流记者就对他进行了采访 铃铛因此名声越来越大 如何保养的 如何做到快40岁了还能保持童年 甚至想要请他去做广告代言人 铃铛原本想要靠着这群记者曝光阿伟 但这下看来是没戏了 而就在他接受采访时 小美正被另一个人以记者的身份骗到了小黑屋里关了起来 而下令抓住小美的正是小帅的父亲 小帅为了救小美于是冲了进来并顶装父亲 却被一巴掌扇在地上 好在丧彪及时出现就吓了小美 丧彪也有更好的东西为由让会长放过了小美 随后他就拿出了阿伟杀害小景时的视频 而小帅就走小美后 竟打电话将他父亲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了铃铛 然而当铃铛来到小帅家中时 却碰到秘书也在尝试打开保险柜 当铃铛打开保险柜拿出他们的犯罪机密时 秘书却拿着刀威胁铃铛想要抢走机密文件 但却被铃铛一巴掌拍在地上 政府出资30亿修建新学校 可却在投入使用的第一天就坍塌成了一片废墟 此次坍塌至6人死亡数十人重伤 十几名学生被废墟掩埋后下落不明 本该是通往美好未来的希望之地 却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祭奠亡灵的灵堂 而铃铛的丈夫也在坍塌中不幸去世 其实这场悲剧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就在学校坍塌前 工程师吴长悟发现食堂大量漏水并且墙体开裂 他当即来到阿伟的办公室说明了此事 希望用广播通知学生赶紧撤离 可裁罚会长听后当场就拒绝了 说才修建的学校就让学生撤离 要是引起不良言论 家长们知道后还怎么安心地交高昂的学费来这里 说罢就让无常物赶紧去想补救措施 然而在事故发生前 裁罚会长就已经拿着阿伟杀害小景的视频威胁他 让他将豆腐渣工程责任全权包揽下来 即使到事后被判贪污罪 他也最多享受几年的牢狱之灾 可事情发生后阿伟却不愿意自己承担罪责 他来到会长的病房威胁说 这件事自己不能就这样一个人承担 阿伟说若不是当时你极力阻止广播通知学生撤离 事情也不会闹这么大 他提议将此事的责任推到无常物身上 因为无常物已经去世 一个死人是无法开口的 然而两人的对话却被小景的妈妈假扮护士录制了下来 随后小景妈妈就拿着录音来到铃铛这里 他们决定用这个录音起诉阿伟 这样就可以为去世的小景报仇 然而在法庭上时 阿伟的律师却拿出了无常物卡中收到巨款的证据 他们在法庭上完全将责任推给了死去的无常物 随后铃铛这方的律师就故意询问阿伟 问她是不是不知道工程出事的事情 阿伟则一本正经的回答不知道 就这样第一次庭审下来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铃铛几人回到韩公主的酒吧时 小美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而手机的来电人却是小景 全场的人都被惊呆了 但是当小景妈妈拿过手机接听时 电话的另一端却是警方打来的 随后他们就来到警局准备拿回手机 但是看到手机时 铃铛却发现手机是大壮的 原来是大壮在学校坍塌前悄悄来到丧彪办公室 在这里他找到了小景的手机卡 然后将小景的卡放进了他的手机里 然而在他们查阅小景手机里的遗物时 却意外发现了小景受害前录下的视频 视频中明显地录下了阿伟对小景行凶的全过程 所以在第二次开庭时 他们果断地拿出了这个视频指证了阿伟的罪名 而财阀会长见阿伟罪证已经坐实 他当即就将学校坍塌的罪责推到了阿伟身上 阿伟也在庭审结束后就被抓了起来 得知儿子的事情败露 教育部长当即就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媒体之前 表示他没有做好一个父亲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还发声一定会让法律好好的制裁阿伟 他要让整个国家的人都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 说完还当着众记者的面跪下向全韩人民致钱 完全打了一副政治好牌 然而教育部长当着媒体说的话也被律师放给了阿伟看 阿伟看完很不甘心就这样背过 于是他用律师的手机打了电话给会长秘书 让秘书拿出了那份足以威胁他爹的录音 而班主任为了保证第三次开庭的胜诉 他还特意打电话请回了财阀会长离家多年的妻子 让他回来指证财阀会长和教育部长的勾当 但是在开庭前半小时 新闻上却发布了财阀会长出卖教育部长的信息 他说这些事情都是教育部长以长官的身份威胁他 所以第三次庭审在阿伟的录音和财阀会长夫人的指证之下 几人的罪证一下就被坐实了 最后阿伟以杀人被判无期徒刑 教育部长被判有期徒刑八年 财阀会长和丧彪被判两年 秘书被判一年 然而就在大家都以为这件事到此结束时 财阀会长却在三个月后被新任首相提前释放 他出来当天就带人要去找铃铛复仇 可就在他要对铃铛动手时 丧彪却突然出现在了现场 原来丧彪在换监狱的路上得知财阀会长出狱 他猜到会长肯定会报仇 于是他趁着警察上厕所时 打晕了其中一人就趁机跑了出来 他先找到小美告诉了小美他真实的身世 其实小美是他弟弟的孩子 他在小美面前忏悔表示很后悔措手杀了弟弟 还表示要为他自己的罪孽赎罪 随后他来到了财阀会长的老巢 在这里丧彪就下了铃铛 可在铃铛的阻止下他并没有杀害会长 但财阀会长最后却死在了一个身穿白色皮鞋的人手上 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妈妈 凭借一己之力缴翻了财阀恶势力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